二零一七年布里斯本國際藝術節 在卡蘭威爾州立中學舉行開幕典禮 當天各民族團體精彩的演出 讓道場的昆士蘭政要 還有各僑團代表紛紛讚不絕口 卡蘭威爾州立中學禮堂外 掛著許多精緻燈籠 而大家也在黃昏的餘會中 享用主辦單位為來賓 所準備的臺式自助餐 由世界多元文化藝術協會主辦的二零一七年 布里斯本國際藝術節即歡慶和諧州 正式舉行 活動開始前 先由昆士蘭臺灣中心主任董優文等人 頒獎給參加登籠彩繪競賽的六所 喬校得獎同學 董優文並宣布作品 將會在昆士蘭臺灣中心展出到四月 接著進行開幕儀式 助布里斯本辦事處處長賴維中 至此時表示 這項活動結合各國不同族裔的朋友 推廣澳洲多元文化精選 促進藝術交流機會 意義非凡 也肯定世界多元文化藝術協會 致力融入澳洲多元文化政策 彰顯臺灣文化特質 表演活動首先由來自臺灣的赤山表演 藝術方五名女生 表演大鼓陣以及扯鈴 令現場觀眾目不轉睛 由昆士蘭臺灣中心提供的丁三太子 舞蹈表演更是讓大家大開眼界 這一屆布里斯本國際藝術節分四個場地 進行六場展演活動 參加人數超過一千五百人次 透過十一個國家民族舞蹈交流 節目多元且精彩 臺灣網路電視陳俊陽 澳洲布里斯本採訪報導 一,二,三,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